通膨的问题 像是今年1月的CPI就突破了3% 舒函大家很担心 有没有下一波的涨价潮啊 确实有可能已经在酝酿当中 或者说我们其实已经受到这个味道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台湾CPI的整体走势 其实已经连续18个月都超过2%的警戒线 我们来看到最新出炉是3.04 而且是突破了3 1月份这个CPI半年来再突破了3% 主要是受到春节的效应 还有蔬菜涨幅过大超出了外界的预期 现在主机总处也表示 目前整体的通膨率还是偏高的 所以压力相对还是存在 尤其我们还是一直不断的听到 到处都是掌声响起 所以我们也针对各类别来去看一下 像是刚刚提到的蔬菜涨幅超过预期 高丽菜的部分涨超过了50% 超过一半了 而国外旅游的部分也有42.48%的一个涨幅 再来就是房租的部分 这是创下了27年来的一个最大涨幅 来到了2.44% 所以如果你是租房租的话 恐怕压力又再度来提升 再来就是鲑鱼的部分也涨了23.64% 在鸡蛋的部分先前不是还说要涨 结果又被压下来了吗 现在涨幅也来到16.56% 沙拉油的部分也是14.17% 所以看到食品类 其实很多的涨幅都超乎大家的预期 现在我们当然有相关的消息 迷克夏说要调涨5块钱 再来就是八方云级平均的涨幅 是5% 所以外食族现在恐怕荷包又要再度来缩水了 也许后续的消息都会陆续传出来 那我们看到主机总处表示 近期厂商陆续来调涨1月份的外食费用 涨幅已经来到了0.48% 会不会继续扩大下去 大家恐怕要再观察一下了 好 钱越来越小 但是迟迟领不到薪水 舒凯劳动部说接到陈勤 有员工反映他们公司拖到20号才发薪水 让他们受不了 现在该怎么办 确实现在劳动部可能要来管一下了 就是说到底你这个发薪日啊 是不是可以延迟到这么久 因为我们来看到这样的陈勤 真的是有道理的 雇主太晚发薪水 影响到他们生活所需啊 工资的计算周期 应该是每个月的1号到月底的时候 那么结果这个工资一直到20号 而且是次月份的20号 25号才去做发放 那你如果有房租要缴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当然会被他延迟到的 所以现在劳动部呢 就表示说要怎么来管啊 500人以上的公司 针对15号以后才给付的公司 要来做一个辅导调整 现在如果是延迟20日的话 那现在要调整到15日 到今年底的话 就成为10日 那到2025年的话 希望可以在5日之内就来发放 那么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100人的企业 5日前就要来进行发放了 99人以下的企业呢 7号以前来进行发放 那大家也知道 其实台湾中小企业是偏多的 所以现在预估呢 受到影响的 大概有数十万家的中小企业 但这不是一个强制的法令 所以没有法则 还是会用柔性辅导的方式 希望企业能够来调整 自己的发行日 另外来关心的就是房市了 树涵这跟打房有关系吗 说1月份预售屋的推案量 月减56.9% 那不就是腰斩了吗 确实是如此 我想跟打房是有关系 当然了 现在市场也弥漫在一个大环境 不太好的一个情况 希望可以观望一下 所以现在有点像是空极核的状态 那我们看到助展杂志就表示 1月份的这个房市分数是落在42.7分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代售案件的这个个案数呢 是持平的 溢价率是有下降的 再来成交组数也是持平的 这个预售屋的推案量下降 那新陈屋的这个新增户数是提升的 但是莱克组数是下降的一个情况 所以北台湾整体的一个新建案 整体试况 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分析下来 还是比较平淡的一个情形 而现在我们也看到 预售的推案量 大概是来到500多亿元 月减56.9%这样的一个成绩 那我们也看到建商 到底有没有想办法 要来拯救整个房市 因为现在转区下行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应该会朝低总价来去做推案 还有低首付款 再来可能就会走向降价这条路了 但是因为这个高建筑成本的压力 其实让整个让价的这个退步空间 非常的有限 因为你的建筑成本可能就落在那里 那再加上买房也不急着出手 现在就像刚刚提到 有点空集合 所以有可能我们这个上半年的房屋市场 还在拉锯站 整体的交易能量是大幅萎缩的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